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他们见识咱们鸳鸯连环腿的厉害 让他们以后见到咱们呢 就一溜烟地跑了 您说师长 对对对 只怕他们以后 没有机会再见到我们的影子了 我看没这么容易对付 要防万一 怎么办 怎么办 他招招都是要命招 你们有多少胜算 那个女的那么厉害 我们又不是铁打的 怎么能跟他斗啊 要是雷仁王再多了一阵子 我们就死定了 想不到那婆娘比我娘还要厉害 其实李小怀跟你娘的武功差不多 只是你娘的师父良心好 交出个好心地的图弯 所以不会招招取人性命 对 花姐好之好在 从来不会取人的性命 趴下 趴下前辈 你认识我娘吗 看你的样子 就知道你娘有良心 前辈啊 事情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真的有把握 让我们赢 你就快点交吧 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是啊 前辈 好 我就教你一招 明阳中外 威震南北的少林绝学 二指禅 我们学了 有没有别的 最厉害的 是我创的二脚禅 学不学 先看看 好 学不学啊 你快点教我 好 你呀 你起大胡同硬 适合外甲功夫 我去教你俯虎螺汉拳 记得拍下前辈 我也是这样啊 不是 前辈 那我学什么 哦 会不会走路 会呀 会不会洗脸 会呀 会不会吃饭 会呀 会不会睡觉啊 会呀 那什么都会了 还有我教吗 可是我想学功夫嘛 诶 正所谓毒瘤可以医 人蠢没药医呀 俗话说 其能不拙 哎呀 可是拙就是拙 怎么琴也没用了 我也知道 你们三个情东手足 我不教他点东西 你们两个不会放过我的 我就教他一招 贴身高药 贴身拳 就是贴着人的身 有多劲 就贴多劲 贴着他没机会打你 不然就有多远走多远 等他们出了学 也打不到你 明白了没有 明白 还有 我教你们武功这件事 不能让人家知道 今天晚上教你们的武功 下午不许练习 而且也不许用一招半事 你真聪明啊 真有你外公八成的风凡哪 你要是我外公啊 我干脆用头撞豆腐死了更好 你说的 还要我教你个心法 这个心法就是 笑 从现在开始要不停地笑 人前要笑 人后要笑 在家里要笑 到外面要笑 睡着了要笑 醒了也要笑 总之就是 死了父亲要笑 死了母亲要笑 永远地笑啊 笑啊 笑好听点吗 开心地笑 笑 顾着你 别吵 傻子嘛 要笑到什么时候啊 傻乎乎的跟白痴一样 我以后发现谁要是不笑 我就不教他武功 继续笑 催花 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大的雅性 也来一响园林之乐了 因为我知道老爷喜欢在后花园里面做做嘛 所以呢我就把花花草草剪得美观一些 但老爷您做的舒服点呢 哈哈哈 其实啊 你早应该啊过过这种日子 没事种种花栽栽草的 一个人快快乐乐的不是挺好的 富到人家就应该文静贤熟 这样也可以给施玉做个好榜样 知道了 弄好了 怎么样 好不好看呢 我这一路剪下来 好 一鸣惊人 老爷喜不喜欢呢 不错 太好了 老爷喜欢就太好了 从今以后呢 我就在这边每天的剪 每天的剪剪剪 以后每一个经过琼环会馆的人都会说 哇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后花园呢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呢 就可以过享受别人尊敬跟崇拜的生活了 我还希望施玉能在共生世中胜出 早日成家立业 老爷 您放心吧 最近呢 在我的督促之下 施玉很积极地准备应战共生选拔赛 准备问题的 夫人 我最近听说 咱们施玉和阎老爷的千金来往甚密 你猜 他会不会是施玉的意中人呢 我不知道啊 你是他的娘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是他的爹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我整天在外面干活 我怎么会了解呢 那你自己去问他吧 如果咱们家 能跟阎老爷攀上这门亲事的话 那也挺不错的 爹娘 这么早起来了 施玉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刚才在外面看到一个肥婆掉进水沟里 那有什么好笑的 总之是很好笑啊 神经兮兮的 我问你 早上你不在房里跑哪去了 我去了 做运动啊 你什么时候有这个习惯呢 没有 今天开始的 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这么早又出去了 你有没有睡觉啊 所以我现在回来睡给回龙孝啊 哎呀整天浑温噩噩的 我看呢早应该娶个媳妇 好好地管管她了 爹你说什么 你爹问我啊 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跟永春见面呢 施玉说正经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爹就找个大媒人 向尹老爷提亲去 不用不用 千万不用客气啊 施玉 施玉 看看你这个儿子 他越来越像个人哪 谁啊 你爹 好像挺热闹的 我们过去看看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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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人里有人卖身葬妇啊 哈哈哈哈 爹死了不能够安葬 还要卖身为奴 实在好凄惨啊 哈哈哈哈 就是啊 可惜我们有钱 要不然我一定会帮他的 哎呀 人家都这么长的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简直是冷血 禽兽不辱 不是 其实我们不是这种人 哈哈哈哈 还笑 走吧走吧 要不然被人家打 对不起啊 哎呦 差点被人家打一顿 哈哈哈哈 我实在笑不出来了 哈哈 你笑不出来也要笑 您忘记拍下前面 怎么吩咐我们的啦 哈哈哈哈 我这是倒霉啊 在街上逛一位碰上 琼花三珠啊 哈哈哈哈 我们也倒霉啊 碰上你们通天三渡 哈哈哈哈 笑什么 踩了狗屎啊 才是也没你吃屎臭啊 哈哈哈哈 是啊 忘了笑了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啊你 习棍 可不可以跟他一般近视呢 早晚也有机会可以打赢他 哈哈哈哈 少爷 我这边的眼神没有输给他 你那边怎样 哪有 少爷 那现在去哪里啊 啊 方世玉啊 啊 方世玉啊 方世玉啊 啊 师父 师父 师母 人王 这是谁得罪你啊 师父 今天我们在市集上 碰到方世玉他们 他们三个一见到我们就笑 完全不把雷少爷放在眼里 什么 就让他们笑一笑吧 沈沈 哈哈 师姐说得对 等比赛完了 他们几个黄毛小子 还能笑得出来 我韩千锋就真的佩服他们了 沈沈 来 拜见韩千锋师叔和白文彪师叔 韩师叔 白师叔 有这两位师叔跟你并肩作战 你想输 他们也不肯啊 可是两位师叔不是童年书院的学生啊 哎 让他们到书院 查个位子 念几天书 是个问题吗 对呀 沈沈 你想得真周到 观音大师在上 你 小女子 言永春 我 年方十八 青春貌美 有多才多艺 而且又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爹 哎 可以说我什么都有了 可是呢 就偏偏少了一个 我又喜欢他 他又喜欢我的相公 老师 你 我说相公啊 你还说 你刚刚不是在求相公吗 小姐 我没有 那你刚刚跪在那边求什么呢 我求士玉营啊 小姐 原来你喜欢士玉啊 谁喜欢你的士玉 那你喜欢的是红西关咯 苗翠花 你今天是存心来收拾的 当然不是啦 我今天呢 忽然对男人有兴趣 哎 怎么样 痛不痛啊 所以呢 我今天特地来跟你讨论一下 臭男人的问题 既然是臭男人 有什么好讨论 哎 男人呢 虽然是臭了一点 可是女人呢 终归倒嫁给他们当老婆子嘛 是不是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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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别生气了 过来吧 来 坐下来 慢慢地说吧啊 那譬如说呢 肾玉跟西关 你会挑谁啊 我两个都不挑 我是说如果啊 对啊 对啊 小姐 小丽也想知道 你就说嘛 真多是 肾玉呢 挺好玩的 跟他在一起啊 很多时候都很开心 哦 不过呢 更多的时候 会把你气得半死 嗯 西关呢 却是一个木头 三拳啊 打不出一句话来 哦 不过呢 却不会叫你生气 嗯 就是认识他们两个 所以才会对那个 背地小人的雷人王 看不起 哎呀 我现在问你啊 你到底喜欢西关啊 还是喜欢食欲啊 嗯 我两个都不要 啊 其实 我也不知道怎么挑 他们两个都很好啊 你 你两个都要啊 一女怎么能配二夫呢 哇 你两个都想嫁啊 嗯 不行 不行啊 那 那 那这两个其中 总有一个是你 比较喜欢的嘛 是不是 是 挺好玩的 很多点子 不过 心肝里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窍 就算她真心喜欢你的话 也很难管住她 对呀 哎 做人家的太太呢 不可以常常跟相公玩的呀 有什么好玩的呢 最主要的事呢 你一定要能够控制住她 要她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一定要她 唯命是从 你 笑什么 没什么 随便笑笑 我现在问你啊 那习惯呢 习惯 忠厚老实 有责任心 这样的男人 一定会对你一条心 一生一世 不会改变 茶热了 怕你烫着 天气冷了 替你盖背 没错啊 老实人一个 只要你大声的吆喝 习惯 她就会过来了 要是温柔一点 习惯呢 哇 对你是唯命是从啊 很明显的 你的心里面呢 已经挑了习惯了 我 是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刚才一说的习惯的时候 整个脸都红了 其实呢 习惯真的是个好老公的 哈哈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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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要不是 你知不知道这两天 真是烦得我们母子两个 我还怕事与她的摆法 会比我的多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觉得跟你是越来越有缘分的呀 我也是 你也是啊 嗯 那不如这样吧 我们结拜成金兰姐妹花 笑得真是好累啊 我想趴下前辈 是想要训练我们的耐力吧 继续笑吧 这么巧啊 八姐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笑得这么开心 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说嘛 你自己说 好吧 士玉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一家人咯 干嘛笑得这么难看啊 当然咯 士玉知道从今以后 这辈子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自然是笑得难看咯 西关和慧前呢 他们三个是好兄弟 当然要同心 也要陪着笑得难看咯 士玉 我知道你的心里很难过 但是这是命运的安排 你一定要接受 这可是我们千年修来的缘分 也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好意呢 士玉啊 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对你 一心一意 不过呢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从今以后 早午晚 你可要来给我磕头贵安 热了呢 你就要替我打扇子 冷了呢 就要给我端火盆 这可是自然少不了的咯 花姐 我们真的成为一家人啊 是啊 你出卖了我 你怎么说 说说这个老婆回来啊 士玉 你可不要掌右不分啊 你可别翘着啊姐姐 姐姐 是啊 我跟方夫人现在已经结成金兰姐妹了 金兰姐妹 姐妹 坐下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干阿姨了 我说一 你不可以说二 我叫你站起来 你不可以坐下 站起来 坐下 嗯 站起来 坐下 很乖 我现在以长辈的身份 吩咐你 这次的比赛 你一定要赢雷人王 是 是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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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好 来 走 最要紧的是笑啊 你们在干什么 来 师妹 你站错了 你又不是参赛者 你不应该站在他们这边啊 应该站在我这边的 忘记了 我有几句话 想跟你们说 古人有云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古人又有云 胜顾欣然败一喜 夫子 说两句好听的行不行啊 行 打他个半死再半死 打他个半死再半死 打他个半死全死再半死 打他个半死全死再半死 打他个全死半死全死再半死 打他个全死半死全死再半死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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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来看共生事嘛 有你们助威啊 我们一定赢 输定了有什么好看的嘛 就是啊 你 花姐 不用理他们 我们一定赢 有点儿 打了那群通天小谷 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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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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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麼鬼 你上哪去 雷老爺 我們上頭坐吧 好 請 走 走 雷老爺 雷老爺 都什麼時候了 還笑 笑一笑放輕鬆點 什麼也不用怕了 還不趕快去準備一下 好 待會兒 你說什麼 怎麼辦 我先不是介紹 那 他這個 更多 我對他 你不沒 我對他 他所說的 我對他 我不是 我對他 我 你 有 你 你 不用 我 将时间之内分出胜负 竞技切缩 点到为止 不得以重手 伤害对方性命 现在请双方队员 上场验名正身 这两个是谁啊 我没见过 大人 他们投鼠下来的第二个 跟尾鼠上去的第二个 都不是通天书院的学生 谁说不是啊 他们是新来的同学 这么老了还念书啊 老 什么叫老啊 再老也没你们的八股老吧 拿入学证你给他们看看 伯托 验证无误 百文彪 韩千锋 却是通天书院的学生 雄花书院代表 不得已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人好面熟啊 什么面熟不面熟啊 根本不是通天书院的学生 可不是吗 我们就算再怎么不行 也不会请万人来帮忙 太卑鄙了 不卑鄙就不是雷人王了 我想起来了 他们是李巴山的徒弟 李巴山是谁啊 李巴山曾经是我爹的师兄 也是少林门徒 后来呢 改投了武当的白眉道人 他不单是武功高 而且很毒 那该怎么办 先把跌倒丸吞下 树营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 来 八股 吃啊 不要紧的 不要胖 等一下一上台啊 闭上眼睛就冲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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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最重要的是先生夺人 错对方的锐气 白师弟 你先上 该死 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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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一 八股起来 二 三 第一场冲天书院圣 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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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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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打完了 是赢了还是输了 你前面是赢了 不过后面输了 那等于是输了 八股 八股 六日子 八股 六日子 やりたい 暄嬉 八股 八股 胖子 干嘛 跟我来 第二场比试开始 放聪明点 别的叮我的脸啊 让他们看看我们穷花胖子 铁布衣的厉害 上 开始 没时间了 打 打 你们两个要再不打我可要判河了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你看你们是来打擂台还是来打铁的 取消资格 这场双方做出局论 好 真是没用 好 总算打了个平手总比输了好 来 对方呢已经赢了一场 谢谢啊 我们现在剩下了三场 谢谢 我们这三场呢一定要赢 慧琴 你一定要尽力而为 不用紧张 不必跟他硬碰硬 能避就避 一炷香的时间转眼就过 嗯 没错 只要别被打倒了 其他的交给我 跟施玉吧 记住 通天通天 必胜必胜 通天通天 必胜必胜 通天通天 必胜必胜 我们打球去吧 不认识 太累了 其实啊 我们是不是有点 太过于冷漠无情 不讲义气啊 你别劳定了 尽快和青臣 立高 走 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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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慧潜 快起来 二 慧潜 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想你爹,只是为了你爹 慧潜 为什么会前的步伐跟平时不一样呢 什么步伐 只是被人打了晕头转向站步而已 没事,回去坐吧 平队站步 五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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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倪仲先生的时间已经到了 第三局 童田书院和穷光书院打合 爹 我赢了 好 歇会 下鱼了 所为 因田羽关系 今天比赛到处为止 明天继续 咱们大伙先回去吧 好 来 今晚老地方见不见不散 今晚到我家来找我 别告诉任何人 怎么又是今晚 今晚是好日子吗 真忙 花姐 她怎么样 她体力消耗过度 我仅为她付了药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幸亏会前咬紧牙关 硬撑了下来 总算打合了 真是想不到 胡慧前居然做了我们的大功臣 现在童田书院 是一胜两合 后头的两局 我们一定要赢 诗玉 如今慧前已经受伤了 我实在是不希望 看见你们两个再出事 干脆明天的比赛 咱们退出算了 不行啊德哥 可是诗玉 他们找来了高手助阵 好看不吃眼前亏嘛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退出 八股跟会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 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 再说呢 准会让人耻笑的 全世界都会说 我们穷花书院是乌龟书院 你的儿子也成了龟儿子 你的孙子也成了龟孙子 咱们方家世世代代 都成了缩头乌龟 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 不行啊 简直是荒谬 我只是说事实 德哥 别忘了 方世玉是铜皮铁骨 放心 我没那么容易受伤的 方老爷 世玉说得没错 融入当前 逼不了的 通天书院 从雷拉虎到其他人 每个都盛起灵人 其实您人不是办法 是啊 好 你们说得对 咱们绝不能够被通天书院 给看扁了 我支持你们再出战 翠花 可这 老爷啊 难得世玉跟西关一枪热血 就让他们试一下嘛 再说这场比赛点到为止 他们不会有事的 唉 好了好了 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说 也说不过你们 不过世玉 记着 明天出赛的时候 千万不要逞强 知道吗 知道 老爷 休息吧 世玉 咱们继续练功 好 不过就这么巧 肚子早不痛晚不痛的 现在痛你先去吧 喂 趴下前辈叫我们去后山找他 老地方见 嗯 一会儿见 马上去 唉 银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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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出来啊 现在都已经三斤了 不知道颜姑娘现在在干什么 还一定很担心我们的比赛 这么等不是办法 走 走也不是办法 好 好 是不是睡过头了 時間對我們年輕人來說呢 進來就說嘛 一般情況我不進女孩子房的 神神秘秘的,幹什麼 我跟你說 等一下 搞什麼 幹什麼 你搞什麼鬼啊 搞什麼 好 玩完了嗎 肯定是我爹 怎麼樣啊 剛晚上 你給我仔細聽著 今天比賽 你們一敗一合一出局 你和西瓜明天比賽 可是要兩局全勝 勝算勝低 我爹說啊 今天出賽其中的一個人 還是李小環的師弟 放心吧 明天出賽的不是八股跟胖子 是方氏玉跟紅機關 但要是你們輸了 我豈不是要嫁給雷人王了 所以我輾轉反側幾斤思量 我想到了一個絕招 這什麼 這是由蝎子膽、孔雀膽 還有青蛇毒液 所提煉而成的五味回天散 你明天只要撒一點 在雷人王身上 數個時辰之後 他就會渾身乏力 心膽劇烈 長穿肚爛 經脈進斷而死 我看他還怎麼能娶我做媳婦 這毒藥 無色、無味、無袖 殺人魚、無形、無聲 此的時候啊 臉上還會帶著一個詭異的笑容 他們只會以為 雷人王是猝死的 絕對沒有人會懷疑你跟我 你這招真是太過分了 難怪人家說 罪毒負人心 雷人王只是要娶你 罪不至死吧 他罪不至死 可是我嫁入雷家的話 我卻生不如死 反正他也不是什麼好人家嘛 你就當作為您除害 乾阿姨 事關重大 人命關天 好 你放心 你不希望做他的夫君 我也不希望他做我的乾姨爹 所以明天一戰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贏 哇 拉得我兩腿發軟 走八字的 趴下前面還沒來啊 你上哪去 我拉肚子 還能去哪兒 然後碰見一個朋友 你說多巧就有多巧 是什麼樣的朋友 是你也認識的那個 顏永春嘛 他非要我陪他喝兩杯 我說兩杯就好了 今晚要練功要練功 這麼說 他說好啊 真的是喝兩杯放我走的 好了不說了 好冷啊 來過兩招暖暖身吧 來 什麼事啊 在我面前你還真是說瞎話 是啊 怎麼樣 你承認了吧 我承認我睜著眼 沒承認我說瞎話 我說了什麼瞎話呀 洪大俠 我親眼看見 你進了顏永春的房間 無奈 看見了我無話可說 你無話可說了吧 我是進了他的房 可是沒有做過你想的那個事 我不是瞎猜的 你們早就要好了 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連呢 還什麼乾阿姨乾外甥的 過弄玄虛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你以為我是傻瓜 是瞎子 是兄弟 是兄弟的 是兄弟呢 你聽我說啊 我這次被你害死了 殷永春 誰害死你了 關你什麼屁事啊 出來啊 這樣對待前輩的嗎 那塊木頭呢 打了圍拳逃之夭夭 不知道去哪了 這個時候啊 就別搞那些了 我今晚再教你一套東西 明天看見那塊木頭呢 記得告訴他 過來 過來啊 今天的兩個超齡通天學生呢 我看他們的武功啊 跟李小環是同出一撤的 我知道 他們是李小環的師弟 李巴山的徒弟 知道就好了 還有啊 明天跟你對戰的韓千鋒呢 他出手一定很辣 我只有多教你一套救命絕招 或者可以救你一命了 看好了 洪西關啊 洪西關 你去哪兒啊 三更半夜的 宿舍又不回 讓人擔心死了 兒子 這麼巧你回來了 來 喝湯吧 好 有湯喝 你幹什麼 按著胸口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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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看看 好 怎麼了 你氣門怎麼會受傷的 只是撞傷 你還想騙我啊 你我是傻子 快說 洪西關呢 洪西關 他沒事幹嘛打你啊 你知不知道 要是讓對水知道 你受得傷可麻煩了呀 小事一樁沒那麼嚴重 不要喝了 快 過來 自家人吧 自家人 那雪那爭風吃醋的 真是丟臉啊 關我屁事啊 我可真是六月飛霜 沉冤帶雪 哈哈哈哈 要不是你行藏鬼鬼祟祟的 西關他怎麼會誤會你呢 我不是行藏鬼祟啊 是你乾妹 不許我告訴別人 我現在什麼也不擔心 只怕他誤會我出賣了他 會胡思亂想 影響明天的比賽 我剛才到處都找不到他 他明天不會不來吧 不會吧 他年紀也不小了 應該懂得輕重的 這樣吧 你在這邊泡藥酒 我派人把他找回來 拿著 哈 洪了 vein 洪了 vein 洪了 vein hugely 洪了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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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in看 感谢观看